嗨,Nomi,我来了 你对宾哥说MPV不应该超过40万怎么看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好,各位买买好,我是董买买 这期视频快速的跟大家聊一聊Nomi GPT 首先Nomi GPT的使用条件 目前是三样OS的车机 也就是说哪怕你跟我一样 是2023款的未来车型 比如说2023款的未来S8 也是就可以正常使用GPT的 至于之前Order系统升级到8155芯片的 他们能不能使用 从我的主观感觉上来看 应该有概率是可以去使用的吧 未来的GPT相对于其他品牌 比如说他给你去画一幅画 这样单纯的炫耀功能相比 未来做的其实更加实际 比如说你去问Nomi相关的一些知识 然后你让Nomi去帮你做一些 形成的简单规划 都是可以做的 制作一个上海三日游的攻略 并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 一定要去参观上海之地 好的 以下是为你定制的上海三日游攻略 其中特别包括了上海之巅的参观计划 稍等正在生成 请查看 这个攻略包含了上海的一些主要景点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进行调整 甚至于比如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比如我今年春节想去老军山 那我再去开车去老军山的路上 我就迫切的想知道一件事老军山到底要不要买锁道票 老军山需要买锁道票吗 我想一想 去老军山的话 锁道票是需要购买的 一级锁道从中天门位置到半山腰 单程票价70元 往返130元 二级锁道从中天门到山顶十里画屏入口 单程票价45元 往返80元 另外锁道运行时间到下午4点 这些东西Nomi都能给你去解答起来 所以对于我来说 Nomi GPT的核心是 它在原有的那些常见的对话功能的基础上 为了提供了一整套能帮助我快速了解信息的一种方式 而且时效性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然后同时Nomi有了GPT之后 它对于那些非固定性质的提问有了更好解答 比如你让它去更改车内氛围灯的颜色 以前你只能说红色蓝色黄色这些颜色 对吧 把氛围灯调节成一个适合植树节的 在植树节这一天 让我们一起为地球增添绿色吧 车厢被清新的绿色所包围 置身于郁郁葱葱的森林中 绿色代表着生机与希望 Nomi 我来了 氛围灯调节成一个适合春节的吧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红色象征着喜庆和吉祥 金色和黄色则代表着财富和好运 这个氛围灯将为你营造一个热闹 欢乐 充满祝福的春节氛围 这些颜色的这样的答复变得更加的泛化 甚至如果你是ES8这样的车型 本身灯带是可以进行混合颜色的 它展现出来的颜色就会更加的好看了 这些都是拥有了GPT之后整个车智能算力上 Nomi与车身本身的一些能力 所结合带来的一些优势 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最大的特色 跟别人做出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东西 然后其次就是Nomi本身 你想4900块钱买一个 有人会说买个这么小的屏幕 这个可能就是如果你不成为未来的时候 你很难理解 就是Nomi的存在不仅仅说 它是一个显示的屏幕 它其实解决了很多问题 第一个它解决了你在使用语音注射的时候 你对空气喊话的问题 第二个在你上下车 Nomi对你进行一些问候 在你的后座有孩子的时候 对孩子进行一些问候 甚至后排坐着儿童的时候 Nomi本身就可以使用儿童的口吻来进行回答 这些在情感上的增益是高端品牌 我觉得必须要做的 所以Nomi这个产品做得非常成功 并且Nomi本身经过这一代的迭代已经过得很好 它支持各种各样的彩色的表情 很多表情大家可能都没有发觉出来 我觉得Nomi团队其实应该找一个契机 告诉告诉大家 或者让大家探索探索 我们到底有多少种表情 搞一个比赛什么的 我觉得都挺好的 还有就是Nomi本身 其实上一个版本的更新已经非常棒了 除了支持所见即可说之外 它对于连续发出各种各样的指令 都可以轻松的解决 全车空调温度调到22度 风量调到三级 打开全车座椅通风 把副驾往前移一点 打开主驾座椅按摩 播放QQ音乐周杰伦的音乐 你想想看在基础的能力上 Nomi把它补足了 在情感诉求上 它做到了别人所提供不了给你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产品 而且未来这家公司很克制 如果最初所说 Nomi的GBT 它不会去做那些 让你秀一下的功能 就让你画一幅画 让你怎么样 而它更加专注的是 跟自己的车所进行的一些结合 给用户带来的体验上的增益 这个我觉得是很棒的 甚至于你去问他 车上的一些 比如说图标是什么意思 当然很适合新手的 问问他 我们当前车的胎压是不是合理 仪表台上一个蓝色的灯 写个A是什么意思 仪表台上一个蓝色的灯 写个A是自动远近光灯指示灯 当这个灯亮起时 表明车辆的自动远近光灯系统 已经被激活 未来的推荐胎压是多少 未来汽车的推荐胎压为2.6 bar 空载 请注意 这个数值仅作为参考 你知道未来的胎压 一直都保持在2.58 2.68的推荐胎压 不像某些车型 动不动推荐你2.93.18 其实高胎压的好处 是让你省点电的未来是一个讲求大家舒适 讲求大家体验的车型 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Nomi来实现你的理解 同时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什么不会的Nomi 还可以现在读取自己的说明书 在线的说明书 能帮你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好吧 这就是懂买买关于Nomi的一个快速的解答 我觉得做的挺好的 Nomi团队可能还需要再继续努力加强的是 比如说在高噪音下的一些解析 然后一些连续对话的一些断句的问题 其实做的很棒 如果你去试一些别的品牌的一些车型 你会发现其实Nomi对于车内的应用 它都是可以去控制的 嗨 Nomi 嘿 点击个性电台 没问题 嗨 Nomi 在哪 点击Daily 30 好的 播放第四首 OK了 对于一些别的品牌 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品牌吧 他们声称自己语音助手做的很棒的 可能对于一些第三方应用 它的语音助手就做不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的产品在API 在接口这个层面是不打通的 应用就是一个应用 而未来完全都是打通的 买未来其实4900块 Nomi 事实上的选招率就很高 是非常非常常见 也是大家把车买到这个价格之后 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那有了GBT之后 就是一个更好的增益 好了 以上就是等玩买 关于NomiGBT的一个快速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视频感谢你 不要忘记评论 订阅到买买卖 在投降并上微博 以及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帮大爷 让我来帮你完成这个任务吧 以下是一篇 以三年级小学生口吻写的150字英文演讲稿 Titled My Favorite Animal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Your name And I am in grade 3 今天 I want to talk about my favorite animal which is the panda pandas are black and white and they look very cute they live in China and eat bamboo 嗨 弄蜜 我在 写一篇《杀秋二》的观后感 用英文写字书是300字左右 这个吗 title 《reflections on Dung 2》 Dung 2 is a testament to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 and the blend of strategy and adventure gaming based on Frank Herbert's renowned science fiction novel this game captivated me with its intricate world-building and compelling narrative the game's immediate strategy mechanics while primitive compared to modern titles